今天是1月19号 说牌了我们来看一下券商 放量上涨 那么券商这里是突破了吗 接下来怎么走 市场的重点焦点在哪里 其实啊 券商这个走势是一天天的超预期啊 对吧 如果你在前期这个低点进场的朋友 这段券商是撞的蓬码波满 可能那么说怎么叫蓬码波满呢 其实很多票涨幅在20个点以上了 甚至30个点 40个点的都有 只不过你的对 你的位置不对的话 你就很难中到钱 那我在前面啊 跟大家特别讲过 对吧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跟大家特别的说过 要低吸啊 要潜伏啊 尤其在这一天急地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是因为有那个利空啊 配股的利空 一个配股的利空 把它打下来了 当时我跟大家说 这个时候要注意啊 低吸机会 但是很多人没听懂啊 当然也有很多人听懂了 从整个旁边来看 你想 这打个低点以后 这一轮反弹 是不是吃的胖满波满 是不是吃的大肉啊 从整个旁边来看 券商这一轮走势啊 确实是资金关注度很高 那么好 接下来怎么走 这个是真突破吗 大家看啊 他已经突破了这个底部的两个压力 量能 这个量能 比这个量能 比这个量能 其实没得少 甚至还有所放大 对吧 那么下一个目标是不是这里的 明显的是这个位置 这个我在前面几天就跟大家讲过 如果你获利盘巨大的 他能够守住这个无限的 对不对 继续看多 继续躺 这个没毛病啊 说的很多次 说的很明白 关键是什么呢 下次从这个位置的时候 记住 这个位置的时候 一定要看这个量能 看这个量能 这个量能 如果跟不上去的话 好 那基本上就是这一轮跳反弹的高点了 那这个时候就要考虑落大尾牙 朋友们 一定要听懂的啊 不要认为要你这个位置 是吧 一拉 急着我就冲进去了 就追进去了 那说不定你就真正的站岗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个股啊 个股的话 最近是轮动 对吧 今天华林国胜 想是 前两天是谁啊 相财 对不对 那么 接下来怎么走 其实啊 大家看啊 华林国胜首创 是今天涨幅局前的这三支票 那么这几支票 毫无疑问要重视 还有包括东方财富 东方证券 财达证券 光达证券 这些票也都要重视 因为这些人期票 它的整体走势在所有券商里面 都是据钱的 好 那我们看啊 华林今天是第一天涨停 这个票怎么走 其实我认为华林这个位置啊 它就是一个轮动 轮到它了啊 然后这里 这里这里 看这里 看这里 怎么样 这个量放大了 所以明天它要冲这个位置 要冲这个位置 记住啊 手中没票的 冲高 不要轻易的去追 随时都有可能 面临这高位的强压 冲高 毁落 手中有票的 马上冲的过程中 一定要看下方的量 这个量能跟不上去 那我觉得大概就会是这样子的走势 什么走势啊 长上瘾 长上瘾 对不对 所以该怎么办 选择落带伟安 朋友们 这个节奏就是对的了啊 好 国胜金控 三连版了啊 这个票也是超预期的 对吧 第一个版我就跟大家说过啊 这里 对不对 我说这里有压力 看它能不能顶得住 大家看啊 这是第二版 第二版 它直接就是一个弱短强加速 但是它顶住了涨停板 对不对 顶住涨停板 今天再次的上涨 从整个旁边来看啊 它是超预期的 以后 今天是放量了 大家看 这个量能 跟这个量能 几乎是持平了 命令的主要压力 是这个位置 所以又给了大家一个什么 给了大家一个新的难题 放量涨停后的一个突破 那就命令两个问题啊 备案 冲高回落 然后呢 或者是直接弱短强 暂时进攻 所以啊 没票的朋友们 尤其是想参与的 做短线的朋友们 这种票就要注意了 明天是否会出现一个弱短强 加速的机会 对不对 或者说 撑高回落 这些注意了 撑高回落 只相对于那些有票的 撑高回落 顶不住了 你获利盘出逃 赶紧跑啊 有票的 这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啊 没票的 就要去看钢测 开盘 是不是会出现一个弱短强 如果不是特别好的话 大家去追高 一定要小心啊 否则的话 你就高位接盘了啊 受创证券 这个没毛病啊 这个没啥说的 这个在近期跟大家说过 它是属于一个 次行券商 然后我告诉大家 它走什么 震荡上行 大家看 昨天是无限 如果你在这个无限 这个位置 低期的 今天一个拉高 是不是吃肉了 吃肉了 对吧 而且 今天还是大肉 从整个的走势来看啊 手创证券啊 这个票啊 只是券商不倒 透期 它震荡上行的概率会比较大 主要是看这个无限 你就留一下无限 在无限这位置 低期潜伏就好 破位了 跑 没破位 继续躺 这是前排 几只涨幅居前的票 那么这些票啊 好有疑问 资金光度比较高 那么还有谁 其实说真的 这一轮超预期的 真的超预期的 我觉得他 谁 东方财户 大家看啊 东方财户 它是在这里是连续走强 而且他是圆着五无限一路走强 其实也印证了前期的一个说法 这个位置 对吧 这个位置 突了以后 你要调整 刚好杀了下面的强制称位 这个六十年轻附近 再次走 只要他能够守住这个强制称位 也就是我们说的五无限 你就可以继续看多 继续躺 所以像这种票的话 很容易理解啊 是不是 以后我们看量能 这一段时间量能 在这个反弹过程中 他量能是不是放大了 那以后 这一段反弹过程中 他量能 比起这段时间量能 是不是有所放大 所以突这个位置 那就真的很正常了 对不对 前面 在跟大家讲这个票的时候 跟大家说过啊 这个东方财户 他整体的走势啊 是以震荡为主 震荡上行 不要 盘中极大去追高 如果盘中极大去追高的话 那你就很郁闷 就比如说这一天啊 这一天 对吧 大家看啊 盘中出现两波上冲 这里这里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追进去的好 那在前天 昨天这两天 他整体来说是亏钱的 那么是吧 中间这两天是亏钱的 那这两天亏钱 你一旦你割了肉的话 今天一掌 你是不是很郁闷 那么你一追进去 那么明天如果低开 再往下调整一下 你该怎么办 所以这种票的话 你只留在这个位置 就只要在这个位置 五无线附近做低吸 这个这个节制就温暖了 这个就没有问题的啊 后期的话一样的原理 他能够守住五无线线 你就可以继续看多啊 继续躺这个没毛地面啊 东方证券尾盘再次拉升 涨幅不大 两个多点 其实东方证券 昨天在跟大家讲这个事啊 也也特别讲过 前面这里 访谈的时候 东方证券是整个券商板块里面打他大哥 但是他没有出现涨停票啊 没出现涨停日子 所以他这个位置被替代了 但我们注意的是他 这个位置还是守住了 也就是说这个五无线 他守住了 只要能够守住 你在这个位置上场的 进场的这些朋友们 你就继续看多啊 继续躺 没必要纠结 没必要担心 对吧 从整个盘面来看 市场的这个节奏 还是很强的 他随时有可能暂时马上通啊 马上冲啊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 位置能够守住的前后下 你可以继续躺 继续看多啊 从整个量能来看 东方证券 这段量能是放的比较大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走势啊 还有继续冲高的预期啊 这个感觉就是一个反转行情 反转行情 如果下次调整后 那么你就继续看多 继续躺 反转行情 每一次的调整 每一次撒跌 我倒是觉得是什么 是机会 上车潜伏的机会 猜打 这个是次行券商啊 这个票 大家应该都熟悉啊 对吧 在这下面的时候啊 讲过吧 讲过很清楚 有那我记得当时的有朋友吗 我猜打 问先生 我在这个位置追高了 现在猜打套了我20个点了 我该在我办 我当时我就想 我说猜打在这个位置 你怎么会套20个点 他说我在这个最高的 这个高位的时候 就在这下面的时候追进去了 说真的 我很郁闷啊 很纠结啊 他在这一天追进去了 他说在这个位置 他感觉会涨停啊 应该就追进去了 结果一追 就高位站岗了 你看这一轮刹跌下来 可以说非常严重 但是在这个时候啊 在这个时候啊 他说受不了了 我又割入了 结果一割掉 大家看一下 结果是怎么样 这一段时间反弹错过了 对吧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 那我在这段时间的时候 跟大家特别强调过啊 这个时候60天线 一定要注意 是吧 站上了 你就可以去做多啊 以后没站上 那你在这个位置 低吸进场的 在这个60天线拉高的过程中 你也可以什么解套 可以跑路 这个说的很清楚 说的很明白 这个思路啊 是很清晰的 但是很多人都做错了 那我们现在看啊 现在他又反弹到这个位置了 又有人问了 踩达正确 我还能不能追高啊 你说这个时候 你说能不能追高 我真不好说啊 真不好判断 首先看量能 这个量能 再看这个量能 他放的量没错 但这个量能比起这个量能 感觉差一点 对吧 所以他想要突破的话 必须要放个巨量 你放个巨量 他才有机会突破 那你说这个量能能跟上去吗 一旦跟不上去 来就是这种长商营 那你不就高位接盘了吗 所以到这个时候 你还问去能不能追高啊 我只能告诉你 看这个无线 也是看这个无线 在这个位置啊 你倒是可以去驳一下 驳对了 你就继续看多 继续吃肉 但是驳错了 你也及时的出来 及时的跑路啊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啊 好 再看一下光大证券 这是券刷板块里面的明星票啊 龙头票之一 整体走势啊 这一轮反弹 它是偏弱的 然后上方这个位置是有压力的 朋友们啊 注意了 这里 这里是有压力的 他量能 这个量能是不是少很多 所以他再往上冲 最好是选择落袋尾安啊 除非他出去放了一个巨量 拉了一个涨停板 对吧 来可以看一下多 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下 那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小心 精神啊 不能轻易的去追 一追的话 那我告诉你 这一个长上瘾 那你就真正上岗了 从目前的盘面来看 券商很多票都已经到了强压力位 需要什么放量突破了 这个突的过程中 量能跟不上去的话 那就真正的要小心谨慎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啊 今天有一个绿盘的 就是香财啊 那么香财这个票 尤其是在这个高位啊 这个高位 进去的人啊 会很郁闷 其实不说郁闷 他有机会给你冲高啊 有机会给你跑路啊 对不对 这里啊 有机会给你跑路 但是很多人啊 可能反应不过来 没跑 结果一杀 现在估计是亏钱的 套住了 那么这种票怎么办 对不对 首先可以告诉大家啊 你是第一位进场了吗 如果第一位进场了 你的利润的啊 利润比较厚的 他能够守住无限 你可以继续躺 继续看多 但如果你是高位进场的 在这里进场的 那你没有及时初老的 后期来一个冲高 我觉得大家还是先 选择落袋为安啊 或者说有高位给你解套的 先解套再说啊 不然的话 你想想 再次再冲一个拉冲高 再一个回落 因为往下刹跌穿了无限 那你往下一调整 你不就高位站稿了吗 对不对 其实他已经给了你一个信号 所以对这种票 大家要注意啊 无限才是关键 守住了 继续看多 守不住啊 你就继续躺 守不住 你就要跑路了啊 从整个盘面来看 券商啊 是越走越强 这里确实有突破了一个可能性 所以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是在突的这个过程中啊 尤其是在前面的高点中 一定要放个俊量 放个俊量 以后有几只票 起码两三个票 以上涨停 那我觉得他就真突破 真突破以后 他下 下一个我列的轮延停